大家好,欢迎来到MARTV 最近上线了好几部大家期待已久的剧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在4月份都会有哪些电视剧即将登场吧 《月歌行》 这部剧是由张彬彬、徐璐领先主演的 改编自《暑客》的小说《奔月》 张彬彬在剧中依然分是陆离和洛哥两个角色 陆离是徐天魔神王月的一缕风魂 因缺乏亲戚而堕入魔道 为拯救子民以三天公主般的生活 换走了少女柳梢一生的命运 柳梢深爱陆离 而陆离起初一直是柳梢为小孩子 却在不知不觉中喜欢上了不暗场里出牌的柳梢 该剧暂定4月26日在爱奇艺首播 特战 荣耀 这部剧是由杨阳、李怡桐领先主演的 讲述了军人家庭出身的燕破月 为向父亲证明自己 于是加入了武警特战队 奈何燕破月虽技能突出 却与集体格格不入 在一次次充满挑战的艰巨任务中 燕破月终于认识到团队精神的重要性 在好友爱千雪与队长李强的鼓励与帮助下 燕破月逐渐成长 最终成为了一名优秀的武警特战队员 该剧将于4月5日在浙江卫视 东方卫视又爱腾首播 恰似固人归 这部剧是再播剧《与君出香时》的下部 依然是由原班人马 迪丽热巴 人家伦 内线主演 剧情上是上一部的延续 《与君出香时》将于4月15日迎来收官 下部将于4月16日在游库上线 值得一提的是 上部《与君出香时》剧情比较虐 而下部《恰似固人归》是圆满结局 所以喜欢这部剧的剧迷们不要错过咯 这部剧是由秦岚 吴锦岩 聂远 张楠 林仙主演的 以20年代末的《旧上海》为故事背景 讲述了上海商界巨股 新华百货老板易新华 因独子一中节气伤从一 而不得不在三个女儿中择选继生人 因三位千金生母不同 各性与成长环境久异 为了争夺继生权各出其招 互不相让 后一新华在支援抗日爱国活动中遇害 导致新华百货失去掌舵人 陷入风雨飘摇之中 在家国大一面前 义士子女为实现父亲实业新国的夙愿 终于团结一心 带领新华百货共度时间 该剧暂停4月21日在优酷首播 爱的二八定律 这部剧是由杨幂、徐凯领先主演的 在人物设定上一个是女精英律师 一个是自身宅男 蛮有趣的组合 讲述了在律师界颇有名气的女律师 秦师 虽事业有成 却一直饱受父母催婚的压力 为了应付父母 做事向来讲求效率的秦师 与同样被父母催婚的自身宅男 杨华一拍即合 成为了一对各取所需的特殊夫妻 本以为只是相互利用的两人 却在一系列阴差淫错下见生倾诉 该剧暂停4月28日在腾讯视频首播 追爱家族 这部剧是由郭京飞、贾乃亮、谭卓、熊子奇 云仙主演的 是一部充满喜感和笑点的家庭剧 此外 剧中也融入了很多社会热点话题 比如男权主义、母爱缺失、老烧代沟等等 很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 大儿子齐天佐 是事业有成的米其林三星甜品总监 却因对父母婚姻的误解一直恐婚 原本是齐家最引以为傲的二儿子齐天佑 是一名大学教授 却因种种原因成为了婚姻不幸的离异男 最小的儿子齐天 是一个在追爱道路上屡屡受挫的宅男 三兄弟虽斗嘴不断 却总在不经意间彼此关心 该剧将于3月27日在江苏卫视首播 关于在三月之剧中介绍的 《且是天下》和《梦华录》 也许会推到4月上线 具体日期我们会在官宣订党后 告知大家 记得订阅我们哟